欢迎您新八卦CP to our channel 在一次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采访时 著名导演徐克分享了他在选择青年男演员肖战扮演 《神雕侠侣》中郭靖角色时所做的决定 据徐克导演表示 选择一名演员来扮演郭靖这样重要的角色 是确保影片成功的重要部分 他分享说在寻找合适的演员过程中 他观察了许多潜在的候选人 但当与肖战见面时 他看到了演技和表现能力的有希望的结合 徐克导演还强调了肖战在理解郭靖角色精神方面的承诺和努力 他表示在不同情境中表现郭靖的内心 个性和心灵的能力是演出过程中的关键 他对肖战对这一角色的执着和深刻 理解印象深刻 在情感表达方面 徐克导演还分享说 在合作过程中 他发现肖战有能力展现情感的多样性 从纯洁无瑕的爱情到一个英雄面对挑战和变故时的困扰和困难 这让他相信肖战能够出色地扮演郭靖角色 为这一角色带来真实感 最后 徐克导演表现出对自己选择的信心和兴奋 并希望郭靖角色能成为肖战演艺事业的一个转折点 为电影《神雕侠侣》带来成功 《前行者》遭遇观众炮轰 艺人悔剧 关系护演员引发网友怒火 《前行者》是一部以谍战为主题的电视剧 由黄晓明等老戏古清情加盟 剧情紧张悬疑 探讨了谁是好人 谁又是卧底的谜题 在开播前 观众对这部作品充满了期待 一开播 观众对这部剧的评价相当不错 然而 随着剧集的逐渐播出 观众的不满声音也越来越大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剧中加入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人物和支线 这让本来紧凑的剧情变得杂乱 削弱了观众的观剧体验 剧中完全不必要的角色乐颜 一个小孩子的加入确实让人觉得非常莫名其妙 情节中的设置也令人困惑 乐颜这个角色的加入似乎毫无逻辑 让原本紧凑的剧情变得支离破碎 除了角色的问题 演员李希元的演技也值得质疑 他在表演时眼神游离 表情呆板 没有展现出孩子应有的活泼灵动 观众对这样的角色实在是厌恶至极 人们不是不允许呆滞的角色出现在电视剧中 但这个角色的呆滞程度也太过分了吧 几乎就要导致所有人丧命 而且还蠢得一塌糊涂 前行者这部剧的问题强调了在编剧 导演和演员的选择上 要更为谨慎和精挑戏选 才能确保作品的品质和观众的满意度 观众对剧情的投入和期待被这样的设定打断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相当失误的决策 娱乐圈确实是一个人卖和资源至关心得的地方 但是能不能不要让这些所谓的联系户 用他们那拙劣的演技来玷污我们观众的眼睛呢 我们何时才能在国产电视剧中看到不受演技欠佳的联系户干扰的作品呢 我们只想在下班后能轻松地欣赏一部既尊重观众智商又演技在线的电视剧 联系户现象的深入探讨 前行者剧中的联系户现象并非个案 反映了我们娱乐圈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联系户现象在许多电视剧和电影中都有所体现 这不仅影响了作品的质量 还对年轻有才华的演员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联系户现象的成 联系户现象的成因复杂 既与行业内的人脉联系密切相关 也与投资方至偏方的利益考量有关 有时候 一些联系户演员的加入可能 与某些金主或者新的合作伙伴的意愿有关 也可能是为了迎合某些特定的市场需求 联系户现象对行业的影响 质量下降 联系户演员的加入往往会导致作品整体质量的下降 他们可能缺乏足够的演技 也可能与角色不合适 从而影响了作品的整体观感 不公平竞争 联系户现象还可能导致行业内的不公平竞争 许多有才华的年轻演员 因为缺乏背景和资源 而无法获得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观众失望 观众对于作品的期待和投入可能 因为联系户现象而受到打击 当观众发现作品中的某些角色是 有演技欠佳的联系户演员扮演时 可能会感到失望和沮丧 解决联系户现象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和考量的复杂社会问题 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制片方、导演和观众共同努力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法 透明公开的选拔流程 政府和行业协会可以制定并监督演员选拔的规范流程 确保选拔过程公开、透明、减少不正当手段的利用 制定明确的选拔标准和程序 避免私下交易和不公平竞争 建立独立评审机构 成立独立的评审机构 由行业专业人士组成 负责演员选拔的评审工作 这样可以减少人际关系对选拔结果的影响 提高选拔的公正性和专业性 扶持新人培训计划 政府和行业协会可以投入资源 推出培训计划 培养新人演员的技能和素质 这将为更多有潜力的年轻人提供机会 降低联系户现象的影响 加强舆论监督 媒体和公众可以发挥监督作用 揭示联系户现象的案例 推动社会对此现象的关注 这可以增加舆论压力 促使行业各方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应对问题 鼓励创新题材和剧本 制片方和导演应该更加注重创新题材和剧本 减少对明星资源的过度依赖 这样可以提供更多元的机会 让更多演员有展示自己的舞台 建立投诉渠道和制裁机制 建立一个可以匿名举报和投诉的渠道 对于联系户现象的违规行为 进行严肃查处和制裁 这可以降低不正当手段的使用和滥用 推动文化观念转变 教育公众关于人才选拔的公正重要性 培养尊重人才和作品质量的文化观念 这有助于减少联系户现象 对演员选拔造成的影响 总之 解决联系户现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建立健全的制度和机制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提高演员选拔的公平性和专业性 从而确保优秀的年轻演员有 更多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满足观众对高质量娱乐作品的需求